第三十一章 戒兽之谢 罗锋看着那九十九分身反而倒飞回来 不由笑了 自己现在能自创出八阶秘法 自然能够驱使星辰塔第六重 这星辰塔第五重秘文乃是八阶顶尖秘法层次 这第六重秘文便是九阶秘法层次 一旦施展开将形成极可怕的漩涡世界 比是五语一的一念虚空都还要强些 当然并非是五语一不如星辰塔 而是因为是五语一的核心中枢源 蕴含着前任主人的能量 罗锋舍不得动用 所以自然无法发挥是五语一最强威能 透过原来驱使是五语一 才能发挥最强威能 到那时一念虚空就应该会比漩涡世界要强些了 至于现在 星辰塔第六重漩涡世界 却是绝对掌控领域类的最强绝招 轰隆隆九种不同的力道 彼此搅动 空间早已粉碎 形成了可怕的漩涡世界 怎么会这样 怎么可能变得这么强大 上次我和他战斗 他根本没有这么强 虽说这银河领主罗锋 有几个分身 可分身和分身 彼此实力应该相当才对 戒兽摩罗撒的九十九分身 根本无法抵抗 情不自禁 不但朝星辰塔飞去 在这昏天暗地的漩涡世界中 星辰塔便是唯一的中心 那底座上九个塔门 搅动一切 何戒兽放弃了 顿时九十九分身中 其他的进阶化为虚无 而其中一分身 则迅速凝结变大 变成了戒兽 站在漩涡世界中 戒兽摩罗撒竭力抵抗着 他勉强能保持平稳 不被吞吸过去 之前分体状态 每个分身抵抗力都弱 自然被吞吸地倒飞过去 现在九十九分身合一 倒也勉强能站稳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戒兽摩罗撒荒了 不靠分解之术 他怎么逃 就这么直接飞吗 罗锋完全可以追着他 令他永远逃不掉 更何况 在一面虚空漩涡世界 彼此结合下 他也仅仅是勉强站稳 要飞行注定速度 也慢的离谱 而罗锋乃是制造一切的主人 却是瞬间能追上他 哄 站在远处的一身乌黑夹铠的罗锋 迈步而来 看似随意迈步 却快地让戒手极度 在一面虚空 漩涡世界双重笼罩下 罗锋的速度是他的千倍万倍 银河领主 戒兽摩罗撒 咬牙切齿 盯着罗锋 不愧是宇宙海第一强者 我之前小巧你了 来啊 再试试看 罗锋走来 但然道 你不是会施展血光聚集于眼眸吗 那一招挺厉害 怎么不施展 戒兽气的要发疯 那一招根本就是拼命战斗绝招 即便能暂时压过罗锋 又有什么用 他根本无法逃走啊 银河领主 你知道的 逼急了我 我会引领大群戒兽过来 戒兽摩罗撒盯着罗锋 不要逼我 放我走 而且我会发誓 以后绝对不会针对你们人类族群 只要你放了我 我就对宇宙海规则发出誓言 我的要求就一个 放了我 甚至你将来还可以继续对付我 但是现在 你放了我 放了你 难得抓住你 放了你 罗锋表面痴笑着 心中确实有着诸多念头 接受巢穴 有大量的接受 眼前的仅仅是一头 杀这一头是重要 可对宇宙海 各族而言 只要有一头戒兽活着 就是灾难 你说你引领大群戒兽 你现在被我困在这 怎么引领 罗锋吃笑 你根本不懂我们戒兽 戒兽摩罗撒道 我们戒兽注定了 最终只能有一头戒兽活下 那才是最终的王者 若是一头戒兽 故意逃窜 逃得远远的 迷失在宇宙海中 其他戒兽杀不了他 这样一来 活下来的戒兽 将至少是两头乃至更多 不就等于 永远无法诞生王者了吗 罗锋点头 所以戒兽彼此是能感应的 且能彼此思维交流 戒兽摩罗撒道 不管距离多远 都是如此 事实就是这样 并且当成长了一定的时间后 所有戒兽都必须回到巢穴 必须彼此残杀吞吃 诞生最后王者 戒兽摩罗撒连道 所以你不能杀我 你要杀我 我便将这边的讯息 传到戒兽巢穴中 到时候会有大批戒兽过来 哦 罗锋应了声 你答应了 戒兽摩罗撒忐忑期待 这个罗锋太可怕了 若是不杀他 那就太美妙了 反正即使是对宇宙海规则发出誓言 也只是代表他不杀而已 将来其他戒兽 照样能来杀了罗锋 毕竟他明白 随着时间流逝 戒兽越加稀少 却也会越加强大的 这个银河领主罗锋 现在是强 可将来 肯定挡不住戒兽 大爷 罗锋摇头 因为你威胁 所以我不能杀你 那将来其他戒兽威胁 难道我也不能杀他们 哈哈 我能杀你 便能杀其他戒兽 来一头 我杀一头 来一队 我杀一双 来多少杀多少 罗锋淡然道 一旦陷入我掌控的区域 这区域的束缚 是浮散整个区域的 不管是进来一个 还是十个戒兽 都一样逃不掉 谢谢你 让我知道 戒兽还能心灵传递讯息 罗锋 话语一落 刷 整个人气息猛然暴涨 神力燃烧到极致 在这漩涡世界中 留下一道迷蒙虚影 随即便杀到了 戒兽摩罗萨面前 戒兽摩罗萨露出惊怒之色 吼道 你会后悔的 后悔 罗锋吃笑 一身乌黑贾凯的罗锋 已然驱使了 这强大的机械流宝物 武器神 同时拔出了背后的血影刀 血影刀作为原胚 攻击 透过它施展出 令威能完全能更高一阶 加上乌起神 本身就远超其他机械流宝物 二者结合 令罗锋的战力立即飙升 金光之海 一身乌黑犹如猿猴的罗锋 已然近身扑上 借受在一面虚空漩涡世界 环境下速度极慢 根本无法躲避 画画画 随着罗锋的刀光亮起 周围忽然显现出了金色的浪花 一阵阵金色的浪花 澎湃着冲击着那一头戒兽摩罗撒 令竭力抵抗的戒兽摩罗撒顿时嚎叫起来 你 你怎么比上次强大那么多 那些金色浪花 哪里是浪花 根本就是无数的刀光形成的浪花 罗锋的刀 明明蕴含金之法则 可刀法却无比地柔和 仿佛情人的抚摸 这所谓的金色的浪花也很柔和 只是一阵阵仿佛轻轻拍击 暗边般拍击着 可是 他却好似无穷无尽 连绵不绝 此招便是罗锋所创的最强秘法之一 金光之海 吃吃吃 无声无息的浪花侵蚀 令接受力量不断损耗 接受摩罗撒痛苦哀嚎 且难以置信 这罗锋实力比上次强太多了 强 哈哈 你说我强 那死在强者手中 也是你的荣耀了 罗锋丝毫不手下留情 刀光连绵不绝 宛如情人抚摸 却不断损耗 借受力量 在很难对付借受时 可以彼此力量 对耗 可当占据绝对优势时 优势一方攻击 只需要损耗少许能量 即可另借受损耗极多 后 借受摩罗撒仰头怒吼 原本的金色身躯迅速变化 变成了那通体乌黑的丑陋模样 那两个头颅都死死盯着罗锋 你 你会后悔的 借受摩罗撒嘶吼着 全身迅速浮现耀眼的黑光 紧跟着黑光 迅速转化为刺眼的红光 那血红之光 让人心悸 这一层血光 笼罩在借受摩罗撒全身 后 借受摩罗撒嘶吼着 身体上更是长出了一条条手臂 足足上百条手臂 疯狂抵抗着罗锋的每一道 此刻体表覆盖一层血光 令接受摩罗撒的攻击力明显大增 竟然一时间和罗锋都相差无几 罗锋的每一刀 劈在他身上 却仿佛劈在橡胶上 令他凹陷 却从未劈破过 果真拼命了 那就再尝尝我另一招吧 罗锋吼道 瘦之金角 顿时原本遍布各处的无尽金色浪花 凭空消失 周围又恢复成了那昏暗的漩涡世界 在昏暗的漩涡世界中 隐隐出现了一模糊的金角 这是一仿佛能刺穿宇宙的巨大金角 金角携带着无尽微能 直接刺向介受摩罗撒 八阶密法 对宇宙之主而言 要创造就是一奇迹 可罗锋却创造了不止一套 金光之海 这一招微能较弱 但是盛在连绵不绝 在同一时间 金光之海都施展百次了 恐怕兽之金角才施展一次 兽之金角 这一招属于单体攻击 每施展一次都需要稍微叙事 当然微能也极大 可一般情况 敌人完全可以趁叙事时逃跑 幸好罗锋现在有一面虚空漩涡世界令对方逃不掉 哇 巨大的金角 刺穿一切 那坚韧无匹 从未破损过的介兽皮肤 在断灭三卷神力记下燃烧 无起神父家威能 血影刀辅助 以及施展着罗锋单招攻击威能最强的一招下 顿时仿佛步驳撕裂 扑的声 直接穿透介兽的身体 介兽那黑色血液 也随着罗锋的刀光 飘洒在漩涡世界中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